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 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 全过程民主 引发了各界热议 有人说全过程 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 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 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 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 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 都是经过民主酝酿 民主决策产生 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 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 习近平再提民主 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 还是另有原因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 第一位是在纽约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君涛博士 王博士您好 欢迎您 郁君涛好 听众们好 第二位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 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 宋先生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王博士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 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 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 请您拨打 00852-3001-7560 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拨打 002-852-3001-7560 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 请您拨打 3001-7560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同时您也可以继续地通过 有位卫士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两位嘉宾 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再来温习一下 习近平他是11月2号 在上海的常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 在进行考察的时候 说的这番话的 他详细的说法是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 都是依照程序 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产生的 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 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 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 几乎所有的国家呢 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 然后呢 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 和政治现实主义了 中国官方的用法呢 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 是比较新的 但反映的呢 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 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 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 它也不是凭空闪成的 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 继承和延续 中国的政治文化呢 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 所以才有那个成亡败寇的那种说法嘛 相反呢 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 权力的合法性呢 就在于使用的好坏 即治理国家的好坏 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 和您这个朱迪 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 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 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 和权力的来源呢 没有关系 从视检的层面看呢 中国政府的有些角色呢 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 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 比如像美国 推出巴黎丘协定啊 推出GVP啊 包括陈平叙利亚啊 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 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 就宣布了 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嗯哼 是 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 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 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 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 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 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 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那刚刚您提到 这个全过程民主 是一个实质民主 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 如果人民无法来表达 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 怎么样来落实 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 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 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 就是多党啊竞选啊 包括严重自由啊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 它只是借用了 西方没有这个词 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 这个民主的定义来看中国的话 它肯定就不是民主嘛 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 但如果从中国 它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 它只能够说得通的 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 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 它是这个样的 它与的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君涛博士 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 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 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 这一点新华威平 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 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 中国是民主何以管用 它里面提到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是要用来解决人民 要解决的问题的 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通过充分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 最大公约数 从而有效解决问题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 王博士您怎么看 到底习近平心中的 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 中国式的民主 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 不是民主 就是刚才郑先生讲了 习近平心中的民主 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 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 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 另一方面 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 甚至就是说 像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 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 或者共产党理解 也叫民主 为什么 他已经倾听民意了 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 我觉得如果考虑到 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 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 这一些立法的法案 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 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 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 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 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 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 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 但是习近平他强调 您说的是宋鲁正先生是吗 宋鲁正先生 对对对 宋鲁正先生对 但是呢这个 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 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 变成了一个代表 按照三个代表里面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 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 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 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 这是他的原意 问题在这呢 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 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 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 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 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 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 你的道路之内你就不要讲 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 讲的就是这样 所以民主民主在中国来说 就是万民之主 就是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 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 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 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 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 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 那你说我 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 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 我叫他是习近平 习近平肯定不高兴 那我讲了 我说这个那反正 我叫他是习近平 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吧 对吧 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 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 就是由人民 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 人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国家的管理 那再一个我觉得 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 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 他有一个特点 他说人民呢 他不是公民 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道公民 但一道人民这个概念呢 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 就不叫人民 所以他永远听的是 他喜欢的人 或者跟着他的人 拥护他的人的意见 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 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 都把他关到监义里 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 这样的话 他永远 他的这个民主参与 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宋先生 您怎么看呢 如果这个王君涛博士 刚刚就说了 如果他已经 您刚刚自己也说 这是另外一种 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 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 为什么不像刚刚王君涛博士说 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 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是 您能不能谈谈 为什么习近平要提 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 在西方和在中国 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的一体大众参与 一般就指的是选票 就选举中可以有投票权 表达我的意见 而中国的大众参与 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受人大代表 或者建立选举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去参与 我们的人大众参与 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 它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民主 中国要用民主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它是很强势的语言 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 就是政治包装也好 加上我付给它新的含义 至于说为什么 它现在要提全国成民主呢 我个人理解有三个含义 一个是刚刚结束的 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志 提出了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成民主这个提法 有把这个目标具体化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 是在做一个准备 因为如果明年民主党赢的大选 价值关牌很有可能成为 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 中国提前布局 以自己的民主模式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 未来中美在价值观的博弈 将会很激烈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 中国已经结束了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 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 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国成民主呢 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 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 王君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 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 全国成民主 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 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 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 这位网友他说 习近平说的全国成民主 可能是想学毛泽东 搞文革大明大放大字报 也可能是想学毛 搞引蛇出动 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 王博士您的看法 习近平为何要提出 这个全国成民主 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 这个胆量 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 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 能力去搞大明大放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 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 哪怕在党里头 按照严格按照党的程序 提出的不同意 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 比如像这个在去年 还是前年惩罚紫苏先生 云南紫苏先生 那回头来讲呢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 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 然后说了一句话 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 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 掌管的宣传系统 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 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 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 和很多的这种 这个不同的声音和嘲笑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 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 那么所以呢 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 当时直接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 在报道之后 没有去直接去说这个这段话 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 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他提这个词 他就是像郑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 宋先生说的是对的 宋先生说的是对的 这个其实习近平呢 是想回答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 讲的那么高瞻远瞩 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 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 他就是觉得 既然呢 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 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 怎么接轨呢 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 那我刚才讲了 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因为民主这个词呢 具有的既定的含义 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 或者就是简单说吧 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 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 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 如果要离开了贝利这一点的话 那就不是民主了 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 都比习近平先生做得好 唐太宗当时还有叫 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 这种真正的这种建言 你现在习近平先生能听听不同意见吗 所有不同意见都得给加以严厉的打击 那么所以那个你说 这个他用反腐也罢 扫回也罢 这样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 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 也有很多的腐败 但他说都不让说 他自己呢 也有小算 也生了私生孩子 他也不让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 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 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所以他拿民主呢 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 另一方面 这个确实又太勉强 于是就赋予一个前过程民主 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 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 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 都是拍他马屁的人 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 那些反对他的人 那些不同意他的人 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 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 就是有点就是挑一些他喜欢的人 或者愿意追随他的 愿意支持他的人 然后呢 对他表示一些阿谕奉承的 这样的一种民主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 在中国内部呢 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 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 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然后稍后再来看看 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那么在中国网民呢 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 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 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 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 您来解释一下 国庆70周年阅兵时 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 或是民主酝酿 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 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 另外也有网民说 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 有一半是空话 另一半呢 是累赘 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 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 另一半是累赘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了 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 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 有不少的网友 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 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 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 例如取消任期制 都可以把它排除到 重大立法决策之外 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 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 这样就解释通了 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 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 给予一个定义 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 这的确很有必要 虽然大国不可能 让全世界满意 但是一味埋头苦干 也是不行的 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 那么继续呢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在今天的YouTube网站上 也有不少的网友 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 来发表他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 这位署名叫 Edwin Chan的网友 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 有一块试金石 那么这个试金石呢 就是官员财产公开 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 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 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 中共提出的口号 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 例如P2P理财 区块链 还有全民创业 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 这位网友他说 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 共产党政权下 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 枪杆子出政权 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 指着老百姓的脑袋 谁不服就枪毙谁 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 怎么可能有民主 全过程民主 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 我想请宋鲁正先生 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 一致都是不太认同 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为什么呢 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 民主的一天 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 确实都不赞成这个 中国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 就因为呢 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 其实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 他不是说是中国政府 自己提出那个民主 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 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 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 他当然觉得 你是这个逻辆是不通的嘛 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 几个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党期在国际的前面 其实包括9月30号 像花篮的时候 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 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 是排在第一位 是吧 其他部门 像人大呀政协呀 都是要排在后面的 其实他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 一种真实的反应嘛 他就是党领导一切嘛 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 所以也有种说法嘛 叫党章他也是宪法嘛 至于王宇函提到什么 提到那个任期制度改变 这个任期制度改变呢 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 他也不矛盾 因为他这个角色的过程呢 他征求了各个方法的意见 因为他觉得这个过程啊 就是 他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因为他这个 绝对过程度 它是不透明的 我也是不清楚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他目前是 不管是 主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 他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 是吧 最后他会达出这么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去改 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 至于刚才 还有我们提到财产公开 他可能是 这个网民可能不太 很了解这个情况 现在世界上呢 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 大概有时120多个 但是呢 多数很多国家 他的腐败排名 都在中国的前面 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 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 并不是一个国家 能否反腐败 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 有的国家呢 他算是公开了 他比中国去连结 但还有很多国家呢 虽然算是公开的 但是根据他的 就是在腐败之后排名上 他是软软绿落后的中国 好的 那么王军涛博士 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 其实我觉得呢 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我想宋先生 对共产党的话语 还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 就是其实习近平的 全过程民主呢 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 所做的事情 是跟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 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 民主集中制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假民主 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 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 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 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 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 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 都加以镇压 当敌人镇压 这就是刚才 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动 毛泽东的引蛇出动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习近平连 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 他就是发现哪个蛇窝 蛇脑袋还没出来 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 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呢 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 也没有这个胆量 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他提四个自信 其实他因为不自信 那么我再讲一下 共产党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 这种错误之后 他实际上他用的是 文化大秘是浩劫 而且这是 虽然说归到四人帮上 谁都知道是毛泽东错误 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 不能再让一个人 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 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 再一个呢 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 把人民呢 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 当做敌人 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功罪 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 不能再设恶功罪 这些都是文化大秘之后 共产党的有限的 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进步 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 和比如万里 他也提过一些 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的问题 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 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 这个很重要 就是共产党在王大命后呢 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 在有限范围了 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 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 黄金时代 我在那时候 我就是被严厉打压的 那么但是呢 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 存在的不同意见 他们是还可以听的 现在习近平不一样 他要定于一尊啊 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有民主呢 怎么可能还能去 听取不同意见呢 那要是不同意见 不同意的看法怎么办 即使比如像李克强 不同意的看法 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 就不敢说 现在你要说的话 你给抓起来 像孙政材不就被抓起来 被弄成野心家吗 所以我觉得呢 即使按照共产党的 这个说法来说 甚至就按照 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 毛泽东那时候 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 他左边坐一排 是左派 右边坐一排 是右派 他还说这个 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他这话他也认可 那么像习近平 他根本就没有 他要定于一尊 他要不许任何一些人 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 说不同于自己的话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 实在共产党里的 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 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 我们现在来接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 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 想要表达他的看法 李先生您好 您在节目上了 李先生您好 听得到我们 本身这个题 您说 我可以听得到 对我想说这个 习近平提的这个 全过程民主 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那其实如果纵观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 其实也不乏会提出 各种各样的 特别搞笑的一些 亲词会来 如果从今年的这个 宋全会的报告来说 也提了一堆很 很稀奇的一些 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 其实就是说是弄了障眼法 让大家也看不清楚 那我觉得像这个 然后今天宋先生 我觉得还真是可以 给这个 然后这个宋先生 还真是可以给这个 给这个 就是我党还这个 粉饰 还有各种民主 那我觉得这个民主 只有一个 没有什么 什么全过程民主 这个过程民主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来解释的话 那当然了 中国人呢 就提了很多 很多种提法 还有什么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其实说白了 不就是一个 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吗 刚才那位先生 说的很好 就是定义一尊的情况下 还要提什么 全过程民主 我觉得这是神经错乱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北京的李先生来电 那么我们想宋先生 您是不是想要回应一番呢 中国这个制度的优势呢 它的决策迅速 而且尽可能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 这个听取不同意见呢 是它的一个特点 也是权力运作嘛 但它不是权力的来源 不是权力的产生 中国这个特点 就是我想用权力的运用 是吧 表现得好 来替代权力的来源 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就是它听取不同意见 它也不是西方的定义一样的民主 但这确实它的特色 如果说你现在 当然刚才包括王博士 还有一个网友说 中国现在不存在不同意见 这个我这点我是不赞同的 就定义一尊和那个 其实说它在最后拍板的时候 是吧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拍板之前这个过程 它还是要有的 它还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声音 所以是这样的 是 宋先生 我在这里还想继续请教您 不好意思 三年前 北京曾经举办过一场 号称是这个世界 最大规模的基层选举 在北京2016年的时候 但是当时一个特别引发 关注的报道 是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的记者沙磊 他要去采访一个 在北京近郊的一个独立参选人 但是这个独立参选人呢 被当地的一些不明人士 包围在家里 那么也不让这位外媒记者靠近他 那么一个没有办法出门的参选人 他要如何来发表他的意见 或者让这个中央能够听取到不同的声音呢 您是不是能做一番解释 甚至刚刚也有很多的一些网民 他们也表示 他们长这么大 在中国没有看过选票 没有选举权 也没有被选举权 那么中国哪里能说是有什么民主呢 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 对 如果这样的事情呢 发生在一个 表明我用的是西方的这种制度 多党 普选 这国家的时候 你肯定说 你的国家没有民主 但是它发生在中国 因为中国的民主 本来就不包含这一部分 它本来就没有多党 没有普选 没有独立的去参选 它就没有这一部分 所以说我为什么 从学术上讲 我是不赞从 用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 因为它容易很容易产生混淆 就包括批评者也容易混淆 就容易用西方民主定义 去来看中国 那是不是应该像刚刚 王君涛博士所建议的 那你干脆放弃民主这个名词 改用开明专制 或者用其他的名词 来定义中国式的 这个政治运作模式呢 其实我从学上来讲 我是很赞同这种说法的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民本 它是自上而下的 像为人民服务也好 什么当官要为民作主也好 都是民本 但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 说我不管什么制度 包括北朝鲜 它也要用民主这个词 所以民主是个太强势的 另外我想不要补充一下什么 就拿换那些独立的候选人 他能够自由参选 他也不表明中国 就拥有了西方的民主 你想80年到81年 陈子明 王君涛博士 他们当时100多个人 就已经自由的精选 海淀去任何代表了 是吧 但你能说那个时候 中国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吗 国家是没有关系的 是两种民主的 就用着同一个词 但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好 王君涛博士 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在我们听取其他的 观众朋友的意见前 对 其实宋先生 其实宋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听一下 基金平应该听一下 就你不要叫民主了 不然老拿民主来讨伐你 对吧 而且这个稿子就是刚才 这位前文网友说的 你搞出一些天大的笑话 弄得大家都不知道你不知所云 连王沪宁发稿都不知道该发不发这个稿子 他搞得整个的全能很 但从另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 习近平他这个地方并没有民主 因为刚才宋先生讲到了说 他说我们不从权力的来源上来讲 我们从权力的运作上讲 那首先在政治的规范上 规范政治上就强调说 一个国家如果真的主权在民的话 权力来源应当在老百姓这 而且程序上要确保 由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导 能够左右自己的国家的政策 公共决策 这个当然私人领域中 他可以各自去做决策 要合法就行了 但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权力的运作角度来 如果权力的来源 因为人类政治经验也表明 如果在权力的来源上 对老百姓的这种参与和决定 权没有一个保障的话 权力的运作呢 最后这个专制者 专制统治者总是要最后走向 这个背离民的路 而且呢越走越远 甚至给整个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比所有国家都多 因为中国是最早建立 大一种集权的国家 所以那么当然在中国立场 当然宋先生也可以举出来 就是像唐太宗啊等等 中国也有像叫开明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呢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灾难 只是不能得到表述 陶奈总也没有去杀人 对吧 那么我觉得呢 所以回到人类政治发展经验来看的话 还是民主 还是这个制度是个比较好制度 所以共产党从毛泽东 他是懂民主的 你从他跟黄元北先生那段对话来说 但是他就不愿意放弃民主的词 哪怕他要搞专制度才得要说 他叫大民主对吧 那么这个至于习近平呢 我觉得他真的是不懂民主 他也不懂什么叫开明专制 不懂什么叫民主 所以他才搞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这样一个荒唐的说法 好的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许多网友有一些看法和意见 我们来多看一些 下面这位署名欲毁于毒的网友说 民主表达的形式要素 最起码要有选票和竞选 民主的稳定实现前提 是要军队国家化 这些都没有再怎么谈 都是骗 骗我们的祖辈父辈 还要继续骗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 而这位阮尾城网友说 中共在经济上引进了市场经济这个好东西 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却不愿引进政治制度上的市场经济 及民主这个好东西 搞了个自己都说不清楚的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际就是封建专制 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更别说什么全过程民主 而这位署名Fay的网友说 国内放开互联网的话 民主就会在中国实现 但是共产党的统治就没有了 而这位署名欲毁的网友说 民主是主权在民 是人民要有权利 每个人都有基础的政治权利 最基础的公民权是民众 可以向权贵来问责 最基础的公民权权利 就是选民可以通过选举 让官员无法当选 无法连任 最基础的公民权就是 政府受民众媒体的监督 不能动用国家公权力 来掩盖自己的恶行 倒退回去 人民什么权利都没有 那么叫什么民主呢 于次郎说 又是一次三分钟热度的假议题 前一个区块链 大家还没搞懂 现在又没头没脑 冒出一句全过程民主 没完没了 中国领导人想到什么 就脱口说什么 完全没有过滤 而这位署名傻歌尔王的 这位网友说 你是民 我做主 我们加起来 就是民主 也就完成了 全过程的民主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Freedom的网友说 中国式的民主 也是苏俄委托人 给的柏来品 所谓民主集中制 民主是假 集中集权才是真 民主是实现 集中集权的手段 民主从来就不是目的 那么接下来 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 宋先生 您刚刚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要做回忆的呢 在我们继续下一步的讨论前 今天的这个节目 确实让我有两年体会 就是民主的定义 也是很强势的 就一说到民主 大家就自动的想到 你多党竞选 一人一票 那才是民主 所以其实很多网友的批评呢 也是从这个角度 来批评中国这个民主 第二个感受呢 就中国模式 如果用民主来定义的话 确实很容易引起混乱 容易被攻击 另外我想说一下呢 中国这个特色的民主 就是我们还是用 官方这个书语来表述 其实它其实还是来自于 我们的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 也不说仅仅是中共 中国政府的自己的一种 一种是歪曲 美国的杜克大学呢 曾经在海峡两岸 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看看两岸的百姓 对民主的定义 是怎么去理解的 结果发现呢 80%的两岸的民众都选择了什么呢 民本 但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都结论都是非常的相近 当中国人其实说民主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想的上还是民本 那宋先生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民主的定义很强势 很有意思 现在也有人提到 我们看到在中国多维网 有一篇新闻评论 他的标题说 这个习近平正式拼抢 民主的解释权 如果民主的定义如此的强势 那么习近平提出 全过程民主 是不是有意要来拼抢 对民主的解释权 要把中国式对民主的 这个解释方式推广到世界 它是在与西方来争夺 对民主的话语权吗 您的看法宋先生 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 因为什么呢 第一 就这个解释权 中国没有办法抢 因为他的定义非常强势 你强也强不过来 国际社会他也不会认可 第二呢 就是习近平主席的提法 主要还是面向国内 需要把中国模式 用民主包装的更好 我们叫什么 用于理论上的合法性 因为呢 实践上的合法性呢 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呢 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了 但要从理论上 用民主把它包装起来 还没有做好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 理论上的合法性 怎么去做 我都不认为他是在和西方 去抢这个民主的解释权 好的 那么王君涛博士 您怎么看呢 习近平是不是在拼抢 这个所谓民主的这个解释权 或话语权呢 对 我觉得宋先生在这点 不像这个习先生那么自信 所以还没有四个自信 还没有做到那么自信 因为宋先生毕竟呢 但是在西方世界中 知道这个西方的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而这个习近平先生呢 他的知识他有限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他漏了窃 他不知道 那我想回过来讲呢 其实民主呢 在西方也不仅仅这个代意志民主 这个在西方的至少在理论上 还有其他两种模式 比如像他有一个叫协商式民主 但是不管是什么民主 我觉得在西方有一条 就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生活的公民们 他们每个人都要能够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不能够受到迫害 不能因为自己的意见 和那些领导人不一样 就受到迫害 那么而且再一个呢 各个就是各种意见 还有各种利益 能够通过这个自组织方式 组织起来来参与这个集体行动 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 那么在这两方面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 或者共产党民主呢 他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且在这个如果从协商 有限协商角度来说呢 在共产党务大命后呢 至少在共产党的权贵集团中 还是有那么一个协商 当然你可以说他很腐败啊 这个我觉得这是要批判的 他没有把他把这个权力 协商权垄断在了 比如九龙治水的 那么一个小范围内 他没有把它扩展到整个全社会 但是在习近平这儿呢 定义尊实上更多的 其实也指着这个层面上来说 那么他没有把权力给大众的同时 又把九龙治水中间的 那个给这个少数寡头集团中的权力 他又集中到个人的独裁上头来 所以对他来说呢 就是那么回到刚才这个 宋先生讲到民本来说 是中国传统呢 一直说叫民本 民本的意思呢 就是要以民为本 但是中国在制度上始终没有解决 我们知道中国人呢 不大注重制度建设 那么在这方面 由于呢不注重制度建设 导致了民本始终是一个空话 民本始终是一个理想 最后始终是专制叫军教 臣死臣不敢不死 这个落到这么一个 而且到了清朝之后 几乎所有的人 包括连总理大臣 都要在皇帝面前自称是奴才 那还有什么民本呢 所以我觉得 不解决一个制度问题 就不能解决民本问题 说到底 民主的政治程序 民主的制度 才是真正解决了 从制度上保障 民为本 均为亲 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 好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 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顺便谈一谈 习近平的这个全过程民主 到底要如何的来落实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几位网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下面这位署名叫Altina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西方的多党制和代议制 成为了民主的标准 明明在上个世纪 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才谈人民 谈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 原本就是属于共产党的 所以说到底 这一切还都是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一旦中国将来崛起了 掌握国际话语权了 中国也可以把自己 目前的民主集中制 说成是真民主 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方式 说成是假民主 而下面这位署名 向往自由的网友说 习近平性格虚荣 爱说大话 习上任以来 满口口号不断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大众不参与 那么哪来的民 谁做的主 还有这位署名叫吕卓的网友 他说习大概是给他的 第五个现代化背书 他说第五个现代化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而不是民主 他说中国早就全过程民主 所以习做这些 就是欲盖弥彰的多余之举 另外署名龙华的这位网友说 习近平可以说 他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 但不能叫做民主 比如可以叫特色专制 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Zoos Gall的这位网友 他说民主集中制 说你是民主 就是民主 不是也是 让你集中 你就得集中 不集中 也得集中 好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 如果两位想要就 这个网友的反应 做一番补充 待会也可以说 不过在我们节目最后 我们想要来总结一下 就是习近平的全过程 民主该如何来落实 那么刚刚 王君涛博士已经提到了 这次新华社的通稿里 没有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 这个背后原因也令人费解 那么在这一点上 这个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的秘书 鲍彤先生 他在今天就发了一番推文 他特别提到 民主是个好东西 全过程民主 尤其是个特别好东西 一切的党媒 都有义务 要来宣传它的正能量 各级党组织都有责任 要来看齐 践行 实践这个正能量 我想就先请 宋鲁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当局要落实这个全过程民主 要如何来做 那么中国官媒 什么时候才会大篇幅地 来报道习近平所提的 这个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 一直都在实行这样的 全过程民主 只不过现在呢 要上升到理论上去 上升到模式上去 它不存在呢 是否落实的问题 我认为呢 鲍彤先生的理解 可能有误 他应该是把西方的 这个程序民主 放进去了 只要你提出民主来 那你等一下就去兑现 就按照西方的表情去兑现 我觉得这可能是 他的一个误解 无读吧 好 那么王君涛博士 对不起 宋先生 所以您刚刚说 中国到目前 已经是一直都在执行 全过程民主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官媒 这一次在习近平 提出全过程民主之后 在通稿里并没有出现呢 您觉得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看到中国官媒 像区块链那样的报道 大规模地来倡议 这个习近平所提的 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它这个 为什么这么报道 或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也不好去猜 怎么去猜 也可能是失误 或也可能就说是 有意为之 也可能还是有正常现象 不好猜测 但是呢 不管什么原因吧 它都不会影响到 中国共产党 继续进行理论和总结 和创新 好的 那么王君涛博士 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 这个落实点 那么我们一直在谈到 习近平提的全过程民主 当局要如何来落实 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中国官媒 对于这个首次 这个新名词的一些反应 似乎让人觉得 有点扭扭捏捏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 中国官方大力地 来提倡这个 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他们又要如何的来证明 他们一直就在实践 这种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呢 我觉得包同先生 我觉得理解呢 倒是应该说是到位的 我这点我和宋先生 理解不一样 我觉得我知道 宋先生的意思说呢 他讲说呢 我们更讲的说 民主是体现在 权力的运作中 能够代表老百姓利益 听老百姓的意见就行了 但是呢 包同先生强调 全过程全过程 对吧 那就不光这个 权力运作的过程 包括你权力的 这个决策的来源呢 还有包括权力本身 它的来源 这才叫全过程 要不然就叫 一半过程 或者叫过程中的 某个阶段 那么这个 因为从权力的产生 到权力的运作 到权力做每个决策 这个决策的来源 动议 到是怎么讨论协商 怎么出来 我觉得这些呢 才体现出全过程 所以包同先生说好 全过程这个提法好 那就把它 全过程都有哪些阶段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 权力的来源 权力的运作 都有哪些阶段 那么在每个阶段中间 怎么能体现出民主呢 怎么能让公众进行参与呢 怎么能体现出老百姓 来决定这些事情呢 这个我觉得 其实是抓到了要害 另一番 我还是强调一点 就是说在政治学上来说呢 定义 现在呢 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世界中 代义这是普遍行使的制度 但是呢 在一些社区层面上 它没有协商是民主 不是代义制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民主呢 也有的政治学者主张 把它这个变成一个 变成国家层面上 或者是把国家干脆解散掉 就全从基层社区来就能 但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用的这个权力运作也罢 那么必须要每个人 包括和你一见不同的人 甚至跟你一见对立的人 甚至反对你的人 都能公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个是民主的本意 就是说你可以不是采取 就是比如现在西方代义制 普遍事情了 但是呢 你不当你把自己不同意见 都给抓起来 都给关起来 或者把他们排斥在人民这个群体之外 然后你只是挑那些 说自己好话的人 拥护自己的人 追随自己的人 就是这个真的脑残的人 或者为了表示对你的效忠 把自己脑子弄残的人 还有为了捞好处装成脑残的人 让他们来跟着你 来去来参与这决策的话 那我觉得这就不能叫真正的民主 好的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有关于习近平最近所提的 全过程民主 相关的讨论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 感谢宋鲁正先生 也感谢王君涛博士 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 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今晚在网上 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上的参与现场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 要和您来探讨的是 习近平 韩正 会晤 林郑月娥 决定香港命运的时刻 是否已到 欢迎您暗示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